就是我剛剛講的,我以前很喜歡買3C的東西 就像你在買主堡或者是寶寶 我是那時候看到新的筆電就要買 新的iPad,平板,新的手機 手機以前是每三四個月就換 有新的就換 真的假的,有多大差別嗎? 不是,這跟沒有是乾脆的,就是小嘛 因為有新的,每一個新的功能 你就會去玩 以前是滑的,然後這個相機跟泡 然後這樣就會賣 可是我還是把舊的就賣掉嘛,換新的 然後就是三C東西,家裡很多啊,什麼音響啊,電視 電視,以前是什麼那種,以前那種,比如COHO的,現在變超薄的就買 然後超薄的變更大的就買,再更大的就要買 然後它的畫面有什麼,它真的什麼是更亮啊,更黑啊 你就會去買,可是到最後你會覺得 因為生了小孩之後你還是會慢慢換 可是後來就變成說越來越慢了 本來是三個月六個月,現在變一年 你們有看過藝人家裡面的牆壁,都是一睛一目的 看過嗎? 他想說這個事情啊,你會賣掉啊 那那個人應該特別黑嘛,容易曬傷 會換啊,會換啊,會賣啊 那種東西,包包我覺得還好 因為你賣好的話還有價值 還有價錢,還有升值 三次一的東西真的是賣不掉 對啊,根本就是 十分之一的價錢,或許可以啊 maybe,maybe 其實你越早賣越好 當然,但是你買的東西也越貴 你換的東西也越貴 對啊,因為最新最貴啊 唯一好賣的是手機 像電視、音響這些東西 不值錢 你看以前買的電視一台 可能好一點的要十幾萬 現在兩萬塊三萬塊比它原本還大 不是,電視還有問題 電視到最後根本沒有人買 你要付錢叫人家來搬 對啊,真的 太大了 對,你是問的誰